你聽的是SBS電台廣東話節目 你現在聽的是SBS Audio的播客解釋澳洲 可以幫你加深了解澳洲 在澳洲建一間自己的屋是好多人的夢想 比起賣現樓的簡單直接 買地建屋需要詳盡計劃和住在口裡 每年都有好多人從頭開始打造符合自己喜好和需求的理想家園 第一步就是買地 建築公司JSH Projects的行政總裁曉爾表示 建屋買的地是沒有房屋的 需要申請開發許可、建築牌照 然後開始找建築商 而案件經紀納加迪亞提醒 事先確保土地和建築方面的資金的話 整個過程會更流暢 他建議大家可以兩項案件一起申請 這也是理想的做法 因為多數銀行的建築批准有效期為一年 如果你有建築合同、建築許可、有所有文件 那銀行就會全部批准 他又建議在建築合同中 要寫明在一段時間內固定價格的條款 確保不會出現意料之外的開支 納加迪亞說 記得要有固定價格的建築合同 比如規定在120天或6個月內 價格不可上漲 這是第一個貼士 第二個是 最好土地一交吉就立刻動工起屋 否則拖得月內就要交血袋離石 曉爾介紹買地之後的重要一步 就是制定起屋的預算 要與建築商詳細討論 確保工程是在預算之內 同時也要預備至少一成的資金 以免超支 制定預算最重要的就是 在圖紙完成之前 按照預算來設計房屋 他介紹澳洲主要有兩種建築商 標準匯形建築商和設計匯形建築商 曉爾說兩種建築商 一種是提供標準匯形 他們的網站已經有一些設計圖 只要是符合你的土地的尺寸、經邪道 就可以提供一些設計 來給你從中挑選 而另一種就是設計匯形建築商 你會與設計師一起設計你的屋 他們不會只是給一些已有的設計給你 你要按照自己的土地來度身訂造 無論選哪種都是房屋越大成本就越高 房屋尺寸是決定建築成本的重要因素 一個匯形是以平方米作為單位 超出既定的尺寸越多成本就越高 另外一些升級訂製的材料都會增加漁船的 小儀說通常每個標準匯形都有升級選項 可能會升級電器、水喉等 還可以選豪華配套 比如原先基本的28平方米專組一層房屋 可能要六、七十萬 而豪華配套會升級到三、四十平方米 兩層兼有豪華裝修 而價格可能會是原先的兩倍 去到百二百三萬 但如果是用它們已有的標準匯形設計 什麼都不改的話 申請許可和工程都會更快更具成本效益 預先設計好的計劃通常可以簡法流程 減少時間和開支 小儀說通常如果選擇標準匯形建築商 最好是維持它們的設計 因為它們已經有成型的圖紙和模型 申請土地開發時獲批會快很多 而通常對它們提供的設計和圖紙進行更改 其花費肯定會高於你對每平方米設計已經支付的金額 如果一開始就是聘請設計戶型的建築商 雖然價格會高於標準匯形 但後續進行更改都不會產生額外費用 而如果大家想落手落腳參與建屋 可以選擇申請自建業主的牌照 就可以自己管理建築工程 並有權監督和協調施工過程的事務 此舉也可以更好控制成本 俏兒說做自建業主要先獲得許可 至少每五年可以申請一次 成為自己房屋工程項目的唯一建築商 但還是要與施工相關的專業人員簽署合同 每五年 剛才是SBS Audio的波黑 想聽更多解釋澳洲的內容 請瀏覽sbs.com.au slash Australia Explained 請瀏覽sbs.com.au 讚好、分享、留言 馬上緊貼SBS電台廣東話節目的Facebook專頁 請瀏覽s.com.au 請瀏覽s.com.au 請瀏覽s.com.au